我是林一如 指挥中心宣布 国内在新增了一起 由非洲加纳反国的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但是很特别的是 这是一名50多岁的 本国级男性台商 他是在当地感染确诊之后 而且是在11月11号左右 出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症状 在13号紧急的申请 国际医疗包机 那么核准之后 在20号顺利的抵达台湾 现在已经在隔离治疗了 也创下了全国首例 不过这一趟包机的行程 到底花了多少钱 而中间是否有党政高层人士 介入协助呢 指挥中心保密到家 只说包机的费用 全部都是由家属自行负担 但是依法入境之后的医疗费用 则是交由国库买单 海外国人确诊新冠肺炎 如果想要返台 现行规定除了要距离 发病日超过两个月 还得连续两次裁检阴性 但国内23号宣布新增 一起境外移入课案 证明台商首开先例 透过专案申请 在非洲加纳确诊之后 搭乘医疗专机回台治疗 它就是有到呼吸器的插管 它本身有一些高风险的因子 还有当地的医疗状况不佳 资源不佳 这些都是一些考虑的因素 指挥中心调查 证明50多岁男性 今年2月前往西非国家加纳经商 10月向巡曾接触确诊个案 因为想返台探亲 11月初在当地裁检 结果确诊 不到一周开始出现呼吸短促 胸闷发烧赶紧送医 病况急转直下 甚至一度得插管治疗 于是在13号申请国际紧急医疗专机 当天送件核准 但班机起飞时间延宕 直到20号才入境隔离治疗 成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后送返台治疗首例 根据统计 今年国际紧急医疗专机 转送国人返台就医 原因以脑部出血梗塞 骨折或呼吸道疾病居多 从疫情爆发以来 一共有36件 这次是首度有确诊者个案申请 但后送过程到底花了多少钱 指挥中心强调都是家属自行联系付费 但依规定回台治疗费用 依法全部由公费附呆 只是搭专机回台治疗 不论当事者身份和后送过程 都引起外界高度好奇 记得程序感成千转 MZG小组 台北火爆